在澳門新島牌已投揭中前夕 澳博控股880旗下奧越綜合 近日出現人事變動 據澳門電台《蒲民頻道》報道 在2018年任職上浦京綜合道家村總裁一職 Paul Bricker已辭職 另據了解上浦京還有大約四名中高層人員已相繼離職落獲 當中主要任職上浦京博彩營銷部 包括副總裁助理副總裁和經理等職級 據外媒指澳如綜合在近日一份聲明裏 亦證實上浦京有人事變動 但聲明沒有提及離職人員的名字 並說部分員工的辭職不會對公司運營產生影響 沒法指上浦京開業了年多一直沒有起息 賺到的錢都不夠交電費 有新思維看看可不可以走出低谷 不過從消費者角度去看 上浦京的確是比較偏遠的位置 不過這不是重點 因為永利皇宮在旁邊 論偏遠大家都差不多 相信我覺得主要是物業本身沒有特色 因為去過看過 當然是很漂亮 用很多錢建物業 但沒有被人留下深刻印象 有再去的衝動和理由 以及重複消費 尤其是賭客這麼多賭場 是否這麼遠去那邊賭 當然肯定和營銷有關 每日客只有2萬 吸引不到去賭 當然要落獲辭職 這是很現實的 沒辦法 公司不會白養人 所以現在做賭場 中高層的人工雖然不高 做總裁很厲害 比經理厲害 我們以前做經理已經很厲害 全家公司最大 現在總裁幾十個 每個十幾萬一個月 但他們壓力很大 可能因為落差比較大 太陽城那批中高層 可能有部分都未接受現實 應該有不少人還未找到工作 沒辦法 現在博企都在虧錢出血 沒辦法請新人 還這麼高工 根據澳博早前公布 今年第三季業績 集團頭三季累積虧損達46.52億元 按年擴大71.4% 集團眾多賭場除了衛星場外 以上普京的Ebitda 錄得2.27億元最為嚴重 而主席何超、諷子 集團首投存款 仍然有45.39億元 債項達到267.500億元 首投現只有幾十億 真是大半年 所以真的要盡快想 開源折留 這是有他的道理 好 這集就看了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的數片尾 折圖二為馬 多謝大家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